一年一度的長洲太平清照搶包山比賽 下個月佛誕當晚會舉行 今年總共有160人參加搶包山 即使他們是攀爬好手 賽前都要接受訓練 譚吉恆去看 預備 比賽開始 這位選手不用半分鐘就爬到山頂 這位就要以穩陣取勝 慢著 說明搶包山 為何光滔滔得過假 因為只是參賽者的攀爬訓練 正式比賽在下個月12日才舉行 160個參賽者當中 不少都是錯覺 又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但其實我剛才很害怕 不過我爬完就OK 年紀最大的就有57歲 估計都是很難入圍 我都是去到大半的時候回不了氣 沒有他們年輕 只有一條氣可以上去 三年冠的郭嘉明 又有沒有信心為免呢 我猜以往三年 其他人都累積了一定經驗 大家都有經驗 鬥起上來應該很難贏 好 行 好 繼續 跟去年一樣 今年大會用的都是塑膠做的仿真包 大會會在正式比賽之前三天 將大約9000個仿真包掛到支架上 有線電視機者談家庭